大家好,我是朱迪 今早偷懒 看看我們先去哪 今天天氣很熱 很曬 趁工作室還沒有那麼忙 就看到有人在網上說 這裡有櫻花體 就先摸過來看了 這裏有告訴大家 有幾多櫻花會開 大約幾時開 你們就可以看著時間過來 有很多不同的櫻花 我記得在日本拍攝的時候 日本看櫻花的時候 都是這一類 這些和這個 其實我都不太記得的 是段故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櫻花是在日本的大阪 當時正直是三月末 是復活節假期 我很大膽 帶了少爺和小姐 我自己一個女人 帶了少爺和小姐自由行 是四年前自由行 去了日本大阪去旅行 當時老闆極力反對 但是我就 理睬你都傻了 自己帶著兩隻小姐去旅行 因為當時太久沒有去旅行 忍不住了 真的忍不住了 那麼 就造就了我第一次 自己女人仔 單拖帶小姐去自由行的紀錄了 現在正在上山上 走到旅行 上山上 然後再看看櫻花環境 你看看背後也有很多 確實在這裡 讓我看到的櫻花 跟日本那些都相差 這裡的不夠勁 我想遲些 三月左右 我想這裡的櫻花 有不同品種開了 就會更加厲害 今天是星期一 這樣已經有很多人了 而且開車上來的時候 都有一條山路挺窄的 但是一條路 還要容納來回車 其實也挺危險的 是的 我也不敢想像 假日 那些人開車來 不知道會怎樣 有很多蜜蜂 這棵淺粉紅色 我是喜歡看淺粉紅色的花 不過現在還不夠勁 它整個山頭也是 應該遲些 可以再看 這個位置最容易騙人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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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多漂亮 多漂亮 是嗎 不錯 不錯 今天 特別一點 不用買機票去看櫻花 因為當時買機票去看櫻花 你知不知道多少錢 一張機票 櫻花旺季 我坐廉航而已 都要6800元港幣一張機票 三個人加起來 那就要18000多元港幣的機票 就是為看櫻花 但是不是老鳳有得看的 很多人 adviser目的趕著 警方去看櫻花季節 竟然不見幾根 我們就很幸運 最後走的那天 因為天氣震亂 不停爆 爆 爆到大阪城周邊的公園 都是櫻花 我們才顧得 heck 看完那天 bid 下午就要去機場 你猜倒是否幸運 这里真是港女自拍的一流 来了这个洪空茶园 就是在大红櫻花林 过来的五公里 这里是被人探查的地方 这里有个游客中心 里面的食物还蛮好吃的 但一般餐类一个套餐也挺贵 三百多元一个套餐 今天偷懒完毕了 真的要说再见了 我真的要去上班了 Bye Bye 这条路很危险 随时有到头车来 这条路很厉害 你看看 整个树花感 被我炸完一顶 真的出汗了 收运的迹象